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有没有享受这个福利 有 但是那退下来有没有人还在内谈 有 百不见一 但是上校的比例很高 所以访问这些人没有领导 从这个角度就是不公平的 谢谢副主委的说明 那么第二个我要问的 现在的防疫措施非常的严峻 那么也肯定刚才几位处长回答的 推幅会各级农民医院 以及各级农家所做的各种准备措施 我相信花了不少预算 但是这次的防治纾困振兴条例里面 推幅会一毛钱都没有编 而我们在SARS期间 推幅会编列的预算 各位请看这个POP上面 在SARS期间推幅会编了五亿多的预算 所以这次我们不了解 为什么推幅会没有提出需求 或者提出需求 行政院这个审议的时候 没有将你们纳入 我请回答 主席处长 那个我们对于这个需求 我们是用以缓积极的方式来去指引 用这种方式 是不是能符合各级农民医院 以及农家的需求 是值得堪律的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 如果你们提出来了 而行政院没有给 是到底情形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我们主委会长非常关心 所以他每个礼拜 礼拜一都有主持相关的会议 那刚刚讲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 以缓积极 指引 公务议算的部分是 两亿六千九百万亿 荣民荣业基金会 荣民医疗座位基金会 一亿七千一万 换句话说 我们认为 从我们的公务议算 跟从我们的基金预算 这样子合起来 四亿 四亿大概三千 四亿大概四千万 已经足够 我想 辅导会去年编制 今年的预算 应该都有它的科子木 我想我们都是从 政府部门出来的 那你的 以缓季级的这个科子木项目 如果移来做这个 请问现在才三月份 如果年度内你还有急迫的需求 你从哪里来支应 所以我希望还是跟行政院去争取 因为退府会 负担的防疫责任相当的重大 尤其是各级农民医院 如果你们可以争取到 为什么不去争取 能够对各级防疫做出更好的贡献 而不是吃自己的预算 这一点我请副主委回去跟主委报告 是我回去跟主委报告 那我跟吴委員解释 就是说 我们在北预算 只要是给付的部分 比如说农民的夜退 还是一次退 这个我都了解 那因为 年初给付一定用现有的农民 可是到年底的时候 一定有农民凋零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一向都会有一个 一向都会有一些要脚固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们在业务上是不受影响 我们从这边移过来 其实在业务 其他的我们的业务 其实是不受影响的 对 我是提醒善意提醒辅导会 你们有做了很多事 我都肯定 但是该争取的预算 要去争取 否则你们恐怕 力所未贷 因为不能把预期 每年凋零的农民 所回馈的这一笔钱 来当做 以缓计级的一个预算额度 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做法 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请教 现在的 募兵制战刑条例 在今年12月31号要截止 其中有关 退役军人 家属的水电优惠 还没有修法 其他现役军人的 募兵制条例里 都已经完成修法 是不是请辅导会 也要考量 这个当初 列在 这个战刑条例里面 就是一个 招募 募兵制的诱因 希望 募兵制的 自愿意的军人来 退伍以后 我退伏会 还是会照顾你 那现在12月31号 就要到了 条例要停止了 请问 退伏会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怎么样 是 跟委员报告 谢谢委员 那这一部分 水电优待的措施 我们要修改辅导条例 已经抱怨 正在审查中 我希望能够 对 在这个 条例截止之前 能够完成修法 是 当然 那另外战行条例的部分 因为这是广部夜馆 那我们也跟广部密切的合作 广部希望能够延长 那我们两边都进行 他希望延长 那是不是能够顺利 这个不确定 那我们的部分 胡打条例部分 刚跟委员报告 我们已经抱行政院在审查中 好 谢谢 佛道会的努力 谢谢